提到李玉这个名字 大家或许会很陌生 但是讲到那部风靡全球的穷瑶剧 情深深与萌萌里的那位芳瑜 大家应该就会有印象了吧 她的扮演者正是这位青春貌美的姑娘李玉 直克天杜红颜 1976年出生的穷瑶女郎李玉 在2009年的时候 因身患淋巴癌一汉离世 年仅33岁 让人深感惋惜 一朵寸灿的新星就这样陨落了 早年毕业于上海戏剧 学院表演戏的李玉 不仅能够熟练掌握普通话 粤语 上海话 陕西话等语言 还精通英语 此外 她还能歌善舞 像拉丁 国标 现代 民族等五种都非常的专业 可以说是娱乐圈不可多得的全能善女 在2001年 李玉因参演了个人首部电视剧情 深深与萌萌而走红 凭借贤淑的演技将温柔贤惠 表体大方的 芳于 演绎的淋漓尽致 无论是长相还是言谈举止 都不输赵薇和林心如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走红后的李玉 得到很多导演的青睐 出演了诸多口碑很好的影视剧 像夏同学少年 情意量重点 莫黛黄飞 醋鹅溜足 奢柱等 都是观众们很喜欢的作品 别看李玉的演绎事业风生水起 可在感情方面却是一片凋零 与黄晓明分开后 他又与少兵演绎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当时两人被外界认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都认为会走到最后开花结果 可事实却并非如此 就在粉丝们还没来得及送上祝福时 两人就因性格不和小人分手 与少兵分手后 李玉又与地产大亨汪语相识相恋 别看汪语才临时 但对李玉可是十分的专情 可以说是疼爱有加 两人的感情发展得也很顺利 眼看就要开花结果的时候 李玉却突然被查出患有黎巴来 在李玉患病后 汪语并没有离开他 而是一直守在他的身边照顾他 和他一起与病魔作抗争 希望他好了之后两人能够完婚 而李玉也是全力配合治疗 期待着那天的到来 但是天空不作美 在2009年 李玉还是阴淋巴癌 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 中年33岁 李玉生前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能够穿住一席漂亮的婚纱 做一个最美丽的新娘 但是终究没能实现 就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他病逝后 他的家人追踪他的医院 为他穿上了一件 独一无二的珍珠色婚纱 将他打扮得美美地放进了那个透明 但又冰冷的水晶棺中 手里还握住一束扑鼻而来的康乃心 放在胸前 他就以最美的姿态 和样子告别了这个世界 在李玉的葬礼上 他身着洁白的婚纱 戴着闪亮的小皇冠 犹如圣洁美丽的新娘 安详地躺在灵鹫里 这场景令前来送他最后一城的亲朋好友 无疑不畏之动容 更是令汪女悲痛不已 在李玉去世后 他的追踪会在八宝山隆重地举行 很多的生前好友纷纷赶来为他送行 情深深与萌萌中语 他是演情侣 二豪的拜年者高薪代表剧组人员为他送行 喜爱他的粉丝好友 也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祭拜 送别这个年轻上进的姑娘 愿他一路走好 粉丝的内心也是极度的悲痛 李冰冰与李玉是同学 也是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在他病情加重的最后几天 李冰冰一直在他的身边陪伴 当看到他去世的时候 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泪水如泉泉般地袭来 在追踪会上 李冰冰更是悲痛万分 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眼泪 还特意戴了一副墨镜 李冰冰曾经多次夸奖他审伴上 最具有喜剧天分的同学 也是最有山华的女子 看住昔日的童窗好有年纪 轻轻地就离开了 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在那个时候 将要和李玉谈婚论嫁的男友汪雨 看到欣赏人的离去内心 也是痛苦万分 也赶来送他最后一程 并且还亲眼看住他穿着婚纱下葬 可是作为李玉的前男友黄晓明 并没有出现在追踪会上 根据相关人士爆料 李玉其实是黄晓明的初恋 初恋注定是刻骨铭心的 黄晓明应该心里非常的难过 不忍心看到这样的一幕吧 李玉1976年出生于西安里 一个军人家庭 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他从小就不甘人后 奋发向上 不过高中毕业后 李玉并没有走父亲的路 而是去考了上系 成为了上海戏剧学院93级学生 与李冰冰 任全等是同学 据透露 李玉一直顽强地与并魔斗争助 生存欲极强的 他就算已受到皮包骨头 也没有放弃求生的欲望 而在去世前 他整整昏迷了16天 医生下达了并未通知单 李玉的生命如天上一闪而过的流星 纵使短暂 可是他所折射出来地位光芒 却是那样的绚烂多彩 愿 假如昨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